恒指年升数天,升幅不算大,但胜在稳定回升。恒指回升的动力依然是旧经济股继续复苏,同时新经济股的调整也告一段落。旧经济股的回升,最主要的动力是疫苗的出现,及中国内地经济迅速复苏。 不过,不同板块对经济复苏的反应不一样。石油股有反弹,但是离高位仍有相当大的距离。不狠久之前石油期货价跌至负数印象由深。而全球石油实际上就算疫情消失,也是供过于求。中国正在全力走向新能源道路。 美国后任总统拜登也支持新能源政策。石油板块全有压力,但是同属资源板块的其他行业股股价表现就不错。 江西同358,中旅2600都有条件再上一层楼。 中国经济复苏,生产力强,导致出口大增,海上货运以从贸易战时的供过于求变成供不应求。 再费大幅上升,中远海控1919股价破顶,而且上升姿势依然很强。理由是货运的大船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增加的。 再费再上升姿势还会持续,有趣的是Prada 1913股价竟然也破顶。 零售业不济,那是一般人的行为。有钱的女人仍然不断地增加,购物绝不守远,疫情虽然严重仍可以上网买名牌。 因此,Prada股价破顶算是意料之外的冷门。特区政府新一期的银息债券即将推出,息率保证最低3.5厘。 零风险,这可能使到股息率低于3.5厘的收息股如煤气003面对一定的压力。 除非煤气恢复过往的每年十送一红股,两年多之前,中美贸易战开始时,我建议大家买公用股避险。 今年初,中美签订首阶段贸易协议后,公用股失去了避险的价值,股价就一路下跌。 估计要挨到股息率上升到有了吸引力,才能吸引股民。 谢谢大家。